消防车赶往大火现场 这是半夜在日月潭伊达绍商圈店面起火 可以看到熊熊大火不断从建筑物里面冒出 消防水线只能不断灌旧 希望能尽快扑灭火势 因为火势太大 消防局紧急派出日月潭 与池等附近消防分队支援 共18台车32名紧易销前往救援 直到凌晨5点多获得控制 一大早火灾调查科就到现场调查起火原因 凌晨3点多左右 德化社这边的民宿发生一个大火 总共延烧了5间的建筑物 并且造成4个人轻重伤 财务属丝大约估计是在5000万左右 起火原因我们还在调查当中 因为事发地点就在一元池庆龙附近 他半夜就赶紧到现场关心 因为火势太大 他也只能帮忙报警 他觉得伊达少这里的游客也很多 可是最近的消防分队来到这里 也还要20几分 救火是分秒必争的事 希望消防局能在这里 至少安排一台消防车的配备 如果没办法在这在这边成立消防分队的话 至少应该要有一辆这个消防车 然后再由我们本村的一销 配合我们先进刚要成立的这个消防牧林队 来做第一时间的火灾的扑灭 另外议员陈淑慧也相当关心大火所造成的人员受伤 他希望火灾原因能尽快查明 厘清责任归属 这次大火总共造成六栋建筑物烧毁 四名民众受到轻重伤已经送往医院急救 明镜新闻洪杰敏于此采访报